好接下来我们回到Stable Diffusion 但是我们今天有更快的方式来教各位 来Google搜寻的时候 帮我打入几个东西 来你帮我打入Stable 一样就继续打Stable Diffusion 然后帮我打这个 来就这样 Collab然后空一格 Github Github 这个Github 它是一个开放式开源的东西 反正说来复杂 它现在有很多的Stable Diffusion的版本 慢慢放上去 而且这些版本 这些版本 我说你要外挂一些模组 它可以画出很漂亮的图案 它现在目前有一些版本都帮你装好了 我要哪一个版本 我就下载哪一个 我要弄哪一个版本 就下载哪一个用 它就可以做出漂亮的图案 好来 所以大家打入Stable Diffusion Collab Github 然后帮我按下Enter 搜寻之后 各位就可以点第一个网站 它这边写个 我们要认这个 各位有时候不要说网站 第一个就是安全的 就是点进去 有时候你要帮我留意一下 它的网址 因为现在我们要到Github 这个网站 所以帮我认你的网址 有Github.com这个字样 随随便便的网址 不要随便乱点 免得到时候有人造假了之后 你点了之后 它把你的电脑植入后门 或植入了病毒 Github.com这个网址 好看到第一个是这样子的 你帮我点击进去好不好 好 点击进去 整个页面大概长这个样子 点这个样子 什么太多英文字了 别担心 你也不用翻中文 不要翻 然后你现在把滚轮 慢慢帮我往下滚 帮我往下滚 要滚一小段 慢慢看 好到这边 有好几个 好像 好像有图标签的那种感觉 那些东西 可以吗 看到了 好 我跟各位讲 上面的很多东西 都是有额外挂一个模组 或者它就是 它会 看你喜欢 你以后有机会 你每一个都可以试试看 每一个 它外挂的模组不一样 你可能会问说 老师什么叫外挂的模组 它在干嘛 它在干嘛 你放心 外挂模组的意思 这个模组 它是把某一些画风 比如说它是迪士尼的画风 它就拿了很多迪士尼的图片 去训练 说你的画法 请你画出这个东西出来 然后训练了机器 训练了机器人之后 来我先把这个 对不起 有人麦克风没关系 好 好 它这个模组就是 它用某一种画风 去训练 这个机器学习以后 那以后它画作出来的画风 就会比较偏向 那个你想要指定的画风 比如说你想要迪士尼的画风 你就去找 它这个 它是用迪士尼的图片 去训练出来的模组 然后它有外挂上去的 以后我们慢慢 有机会再慢慢介绍 但是有机会 你们可以自己玩玩看 就是等一下 照我们等一下的程序 那今天我们先来教各位 现在很多人最喜欢玩的叫真人的 真人的 就是说 什么叫真人的 就是说 画出来真的很像真的人 但是它是虚拟的 你去网路松懈 走不到这个人的 但是它画起来很像真人 OK 但是我要先讲一个 丑话在前头 它这个训练出来之后 偶尔真人画出来 有时候会画出一些不雅的图片 然后我们要避免它 我们教各位去设计一些 避免它画出一些不雅的图片 因为是真人的图片 看起来很漂亮 因为 那你说老师 那你就不要叫真人 有些人很喜欢用真人的 就是说 把它当成一个虚拟主播 虚拟主播 有机会再慢慢教各位 是 你的影片当中 可以有一个虚拟的女主播 在那边讲话 然后那个女主播的嘴型会动 而且会跟你的那个讲话的语言 会动跟着嘴型动 OK 所以以后 说不定以后的气象主播 新闻主播 都是虚拟的人 而且做的还蛮真的 来帮我找一下 现在我们要讲比较 逼近真人的模组 你帮我找一个 关键字眼 它叫做 你看从这边看 它看这边的英文 它这边叫 Chill Chill 这样找太累了吧 太多了 太多了 假设真的很难找 没关系 右上角 看这里 右上角 有三个点点 帮我点下去 帮我选寻找 右上角的三个点点 点下去 帮我选寻找 它就会出现一个小方方 然后你就可以帮我打 Chill 我只要打Chill Chill 你就看到了 这边有了 C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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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 Interface 就是网页的界面 我们在后面 有没有看到 C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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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如果看到了 前面三项 你有没有看到 我们请点选橘色的 上面是不是写 Stable 它就是Stable Diffusion 它会到时候 它就是 比较 一般的版本 稳定版本 Stable Diffusion 帮我点下去 它就进到 Collab了 它就进到Collab了 大家熟悉的Collab了 可以吗 就是上周我们交到Collab 它会自在你的云端 在你的云端 请帮我做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复制到云端硬碟 点了之后 它就会把这个档案 存到你的云端硬碟了 但是它会多了一个框框 你看 它会多了前后个框框 然后 的副本 帮我把那个框框的副本 跟前面的框框删掉 这个上面的档案 然后按下Enter 它的改名就改好了 然后 再帮我做一件事情 直接 点选这个执行就好了 执行 因为这个执行 一执行 可能要跑10分钟 好 我再讲一次 刚才我们所有流程 到时候一直坐到这里 我再讲一次 我再讲一次 从头来 我这边先离开 请各位再 开一个新网页 帮我打入了搜寻字眼 帮我打入 Stable Diffusion Collab Github 去搜寻 好 按下Enter搜寻 然后你就会找到 第一个 注意了 不要看到第一个就随便点 但是看一下它的 上面的网址 https 冒号 后面叫Github.com 那你可以放心 这个网站是安全的 好不好 帮我记住 这个网站是安全的 点击进去以后 进到页面全都英文的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我们慢慢 往下 找到很多的 这样子的 有黄色 橘色 粉红色 这种标签的感觉 那上面这些 都是有一些 外挂模组的东西 那第一个 其实就是我们 上桌玩的东西了 最基础的 最基础 它有自己本身 内建的一个模型 但是没有额外外挂 其他的训练的模型 其他的有兴趣 都可以玩玩看 甚至这里还有 Migioni Migioni第四版的 这个是不用付费的 你如果弄这个 是不用付费 但是我们这次 要教各位玩真人版的 做出来的头像 真的很像真人 那这个叫做 Cheap Out Mix 但是这个要找 有点难找 请各位在右上角 三个点点 选择寻找 然后帮我寻找打入 CHILL 就找到了Cheap Out Mix 就找到了Cheap Out Mix 然后请帮我在 这三个里头 帮我选的是 Stable 帮我点击进去 它就会 它就会把这一个 程式 打开出来 可是这个程式 是别人家的程式 我们要先按 复制到云端硬碟 变成自己的 按下去 然后因为复制到 自己的云端硬碟之后 它的上面的挡名 这就是上面的挡名 它预设会有框框 的副本 不要有这个难看的字样 帮我框框的副本删掉 还有最前面的框框 帮我删掉 删完之后按Enter就好了 按完Enter之后 接下来直接帮我按执行这里 因为它其实只有一个区块的程式而已 虽然看起来好多 好多好多好多 没关系 它只有一个而已 然后按下执行 那执行了以后 大概要花10分钟 10几分钟 所以因为它要先跑一跑 然后跑一跑之后 等一下会 你看它比如说 那个 因为可能刚才我跑了 我就把它关掉了 所以它会说 你现在有太多东西在跑了 我可以管理工作阶段 然后终止其他的工作阶段 就是把刚才前面 我临时关掉 它的server还在跑 我把它关掉 然后重新再执行一次 好 它就可以开始执行了 但是执行你有兴趣 你可以把它拉到下面来 拉到最下方 你等一下就会看到 这边开始有一些东西 一个字一个 然后大概要跑了十几分钟 OK 好 你看 有开始跑了 但是要跑了十几分钟 所以我们趁好的时候 我们也休息 好不好